运程猪肉价格直跌7元 网友惊呼晚上加肉 11月17日 记者来到运程县最大的生猪加工企业 华宝食品冷鲜肉直营店 这里猪肉的价格已经回落到24块钱一斤 随着猪肉价格的大幅度回落 从今天早上开始 前来购买猪肉的顾客络绎不绝 销量也随之上升 从目前的肉价来看 猪肉猛涨的行情已经熄火了 猪肉价格进入了震荡期 第一方面由于政府调控 第二方面由于前段时间生猪的压篮 第三方面由于进口肉的增加 这三方面叠加在一块造成猪肉价格的下降 随着这两天毛猪价格下调 这两天很明显 下边的消费者也开始逐渐地消费猪肉 屠宰量也开始增加 在前段时间整个的屠宰开工水平 是以前屠宰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随着这两天整个消费者开始理性的消费 对猪肉价格的认可 慢慢的屠宰量也逐步地开始恢复增加